哈喽大家好 我是HS-II Academy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江主任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星期的美国教育新闻 那这个星期呢 因为刚刚过这个感恩节 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个很快乐的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晚餐 我自己本身是跟我的小孩子 就是已经离开家的小孩子一起过 所以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因为小孩子长大之后他就是另外一个成人 所以呢你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呢 也会变得不一样 是蛮有意思的 而且呢他们会有一些他们接触到的东西来跟你分享 所以我也希望以后你们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跟你们的孩子一起去度过这些时光 然后呢有一些很美好的回忆 那也祝福大家感恩节快乐 我觉得感恩这个事情好对我们台湾人来说真的是 从小就是被训练要感恩要感恩 那当然现在就是说世界不容易 每个人都活得不大容易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比较难去感恩一些事情 不过今年呢我就很感恩 特别感恩两件事情 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新上任的总统 是我想要的这个人选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台湾棒球呢 上个星期得了世界冠军 所以我还蛮高兴的 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同样的事情可以感恩 好那么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个油管频道所做的问卷调查 这个其实不是问卷调查 这个就是一个问你一个问题 等于是考你啦 就是说现在来讲呢 如果你是家庭年收入15或者是20万以下的 学生你读哪些大学可以免学费呢 这些我都在这个教育周报里面 就是有跟大家分享 那这题的正确答案是以上皆是 也就是说我所列出来的史丹佛 麻省理工宾州大学都是 那个麻省理工跟宾州大学上个星期 我有播报就是说他们现在宣布说 20万以下年收入的家庭是免学费 那就是说是学费的部分 如果说是就是说免这个整个 就是包括住宿跟这个其他的杂费 那是另外一个标准 可是学费的部分就是说是20万以下 那这个15万以下是史丹佛大学 当然这些大学他会一直在做调整 因为像麻省理工跟宾州大学 之前是14万以下是免学费的 可是因为现在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有做调整 那其他大学会不会就是说也跟着有这个调整呢 当然我也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啦 那这个新王刚好就是讲的就是说呢 许多的顶尖大学都推出了大量的免学费优惠 除了我刚刚讲的麻省理工宾州大学 像德州大学也是宣布了就是10万块以下年收入的家庭呢 是免学费跟其他的费用通通都不用讲 那这个是适用于德州大学9个大学在他的系统里面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他会他想要再提升到15万好 所以他现在是10万 然后呢 麻省理工宾州大学我们刚刚讲过是20万以下免学费 然后呢 这个卡内基梅隆呢 是7万5以下免学费 然后布兰黛斯呢 是这个20万以下 有这个部分助学金7万5以下就免学费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很多很多学校 他都有不同的这个免学费 或者是就是说可能不是免全部 但是就是说有部分的助学金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一直都在持续的更新 那当然如果你锁定我的频道 我就会播报这一类的消息让你知道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 因为说实在的这个学费这么贵 那其实中高阶层的这个收入的家庭 真的也负担不了 所以这些助学金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真的就是要去一个顶尖的大学 因为他们有钱可以cover你的这个学费 所以你不会就是说自己掏腰包来读这个学位 所以你觉得说啊随便啦 就躺平啦 然后去一个不怎么样的大学 然后最后你每一年需要付10万块 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 那其实这个里头我们也要讲 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 其实是完全这个不一样的标准 像你说这个德州大学10万块以下的学生免学费 那如果说你是15万年收入 那你不如去念麻省理工宾州大学 是不是更划算呢 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 你不要就是说脑筋那么死 觉得说公立大学就是比较便宜 然后顶尖大学就是没什么必要去读 我跟你讲那个都是旧观念 那个就是表示你没有更新你的思想 那这个新闻讲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 他讲说他上任之后他要取消教育部 那这个新闻讲的就是教育领域的一些专家跟分析师 觉得说你要废除这么重要的部门 就是不大可能 不大可能 为什么不大可能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讲来讲去讲去讲来 他的意思当然他没有直接讲 就是说这个牵扯到非常大量的联邦资金 我们上次讲过一年2000多亿美元的资金 然后这个就是会让很多人当然就不高兴 所以他们当然就会极力的阻止 然后这个还需要就是说国会的批准 法律的改变 可是你知道现在是共和党就是掌管国会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没有之前那么难呢 当然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不是真正的政治专家 可是这个情形呢 就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些动作呢 对川普来说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反对的声音 因为这个牵扯到资金 是不是 所以你也懂啊 这个意思是什么 所以真的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 就是说怎么讲 尊敬他能够来做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都不容易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新任的这个教育部部长 我们上个星期也讲过 他可能是美国最后一任教育部部长 因为就是说川普要结束教育部 所以当然你不能说结束 就结束马上立刻切 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教育部部长来做这个衔接的动作 把这件事情完成 对不对 那这个教育部部长呢 也说实在的 大家蛮惊讶的 因为他是这个世界摔角集团的这个总裁 然后呢 并没有很多的这个教育的这个背景 就成为了这个下一任的教育部部长 可是呢 这位这个新任的教育部部长呢 他把这个世界摔角集团呢 从一个区域性的企业呢 变成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全球企业 也就是说 他是有能力的 然后呢 他是一个领导者 然后他所这个做的这些事情呢 是基于什么呢 重视效率以及市场适应能力 其实这个效率就是新任政府想要积极推动的 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高效率 不要浪费钱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那这个高效率的部分呢 他是完完全全有这样的资历 然后呢 市场适应性 其实教育也是一个市场 你这个教育呢 你必须要有这个新的作为 然后呢 让这个学生能够跟这个市场衔接 是不是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可以看到 他确实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其实这些东西呢 并不是一定要从什么背景出来 像我之前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这个 就是气管硕士 就是这个财经气管硕士 然后我这个本科学的是这个管理 所以呢 当初我要做这个教育的时候呢 我也跟我爸爸说 我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背景 这是我现在是在讲三十几年前的事情 那我爸就讲说 做教育就是要有爱心啊 你没有爱心 你有什么背景都没有用 所以你有爱心最重要 然后照着你自己想要给学生最好的去做 就是你最重要的这个方向 所以我后来也就这样做 那当然后来我去考了这个教师执照 也有这个教育方面的这个教育背景 可是呢 我真的觉得说 什么事情呢 不是一定要有什么样的背景才能做 有很多事情 就是common sense 所以这个呢 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期待这个新的教育部长 可以把我们这个国家的教育呢 带到更有效率 更有市场适应性的一个方向 然后呢 这个新闻讲的是呢 德州的教育部呢 德州的教育委员呢 支持这个他们的资源课程呢 要从这个圣经 好 那也就是说呢 新的这个政策呢 就是说学校不是每一个学校 就是公立学校 你可以就是说有这个课程呢 是使用这个圣经的这个教材内容 那支持者觉得说 这个会有助于学生理解西方的文化跟历史的基础 好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学生 对于这个美国的历史是不了解的 然后西方文化是完全没有这个 就是观念的 那批评的人觉得说 这个呢 跟政教分离的这个方向呢 就是太远离了 而且呢 有这个涉嫌推广宗教 并不是一个很中立的教育 可是呢 这个其实呢 他不是说每个学校都一定要有这个圣经的课程 那德州现在不是已经批准了 就是说折校权吗 也就是说家长可以选择学生去读的学校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想法是你不要有这个 就是说孩子不要接触到圣经的话 你可以选择别的学校去读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想去的学校 因为他现在是有折校权的 所以这个其实来讲也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政策 也不是说每个学生都一定要学圣经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个圣经的东西要放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其实说实在 你想一想 因为现在就是很极端呢 像我们现有的这个教材的这个部分呢 很多这个性取向的问题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学生的性取向呢 在过去的几十年之中有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这个从这个就是迁徙年代到这个GenX到GenZ呢 你看GenZ现在好有这个各种不同的性取向 就是除了传统的这个性取向之外 大概有这个20%以上的人呢 都是一些非传统性的性取向 有这个双性恋啊 同性恋啊 还有一些真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怎么回事了 那这个呢 就是来自于这个教育的部分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师呢 在右手边这个老师呢 他打扮成就是说支持这个同性恋跟各种性取向 所以这个呢是现在的这个非常的呃 就是说极端的左派思想在教育上的影响 那如果说不有这些圣经来就是呃 教材来就是说融呃怎么也不能讲说把它融合或者是把它冲在 就是说你如果说一定要这么极端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有圣经在这个课堂上不是吗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说真的呃就是说一开始他们想要的 而是是就是面对现在的状况而推出的一些呃方法来 就是说让这个事情比较中间一点不是吗 所以anyway他不是一个强制性的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你有受选择 而且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呃保守派的家长 他就搬来德州啊对不对 因为他觉得他在小孩在德州上学 他觉得比较安全 其实也不是完全啦 因为我自己住在德州 我知道有些学区也是蛮激进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自己去找寻 你觉得对孩子最适合你最放心的一个呃教学环境 让你的孩子成长不是吗 好那这个呢是呃有一些大学呢 开始发信给国际学生说 你们呢最好要在明年的1月20日川普就任之前呢 赶快的回到美国 因为可能圣诞节假期他们会回国 好那你们要回国呢 你们要在1月20号之前呢就要回到美国 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川普上任之后呢 会有一些政策性的变化 影响到你们的入境 好然后呢这个入境的时候呢 最好也带多一点证明文件 证明你们在学校 呃就是这个大学读书是合法的 好各个方面不要被这个呃就是说拒绝入境 其实这个东西呢是不是有一点这个呃过分操心 呃我我我我当然不敢说 因为我我也不是这个新政府的成员 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但是你觉得川普总统他会这么刁难国际学生 就是说合法在美国读书的国际学生 他会这么刁难他们吗 我我真的觉得说没有这个必要哈 因为国际学生每一年给美国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 是非常大的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合法的国际学生 好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对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收入 而且呢对于美国的校园 所谓的多元化也是很重要的资源 好就是来自各个不同国家背景的学校的学生 所以呢我不知道他的新的这个政策会怎么样 可是我不我不觉得他会非常的刁难这些学生 好那这个呢是史丹佛的一个教授呢 他就是说被这个抓到就是他在一个 呃案件里头呢 针对保守派YouTuber的这个案件 他作为这个呃就是这专家证明 好他用了一些假证据 那这个呢主要是讲的就是说他们呃当初有个争议 就是说有一些呃deep fake就是所谓的这个虚拟的造假视频呢 会呃影响就是就是造成一些政治偏见 就是说比如说你用一些呃就是说AI做的视频 让呃就是说比如说保守派的人看就觉得说啊你们怎么那么可恶 这样子的一些呃就是呃政治偏见的一个这个影响 好那他呢作为专家呢他就用了一些这个他就用了15个这个证据 其中后来发现有两个是不存在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引起争议 其实这个呃就是除了政治之外呢 这些教授在这个很多的研究报告里面的造假呢 最近也陆续的曝光蛮多好所以这些曝光呢 我觉得是呃对于这些呃学术从业人员呢非常好的警惕 就是说你们真的不要就是随便造假 因为很容易被抓好其实很多东西在网路上都是有证据forever 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说你只要有做这件事情迟早都会被抓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呃就是造假被抓的一个案子 好那这个呢讲的是呢哈佛大学他们每一年呢都会公布 就是他们学生录取的这个呃种族啊或者是说来自哪些高中啊 或者是说呃有什么样家庭背景的一些资料 我们之前也都跟呃会做直播跟大家分享 好那哈佛大学今年呢决定不公布2024年招生的这个资料 就是2028呃班级的这个学生好 2028就是他们毕业的这个班级好 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说他们呃首先呢就是说 他们觉得现在的这个一些法律挑战啦这些呃事情的很烦 然后呢再来呢因为就是说呃去年的这个呃就是是第一年 这个所谓的平权法被禁止哈那有这个八个percent的学生呢 都没有就是说吐露他们的种族或民族 那这个呢在之前是四个percent也就是说呢他们觉得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呃就是说这个数据不是非常的准确准确 因为很多人就没有说他是什么种族嘛也就是说这个呃呃有一部分的人就没有被代表了所以呢 他们就没有公布当然我觉得这个比较多的是他们不想要有这些争议啦好所以他们就决定不公布 但是呢他还是公布了一些数据呢像这个第一代学生占的这个比例是这个班级的这个呃二十percent 然后呢另外二十percent呢是有这个得到佩尔助学金佩尔助学金就是说低收入户家庭咯 那呃其中呢呃就是说这个新班级有十九个退伍军人好那他们一年大概是收呃一千多个人好 所以十九个退伍军人那十三名转学生之中呢也包括了两个退伍军人 然后呢呃其中二十五个percent的学生是完全免学费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他们是呃就是说呃就是低收入的家 其实现在都是中低收入啦好然后呢呃有五十五个percent的这个呃学生拿助学金呢他们平均是付一一万五千块就是部分的这个学费被cover 好那他们现在要主要要做的就是让学生最后毕业的时候没有没有贷款然后可以这个毕业没有债务好所以我就跟你们讲真的这些顶尖大学他们的方向呢很明确就是说尽量的让这个学生呢可以就是说不要呃这个怎么讲留学家长这个留学付学费好所以呃就是说可以毕业的时候没有债务 所以今年呢anyway他是不公布这个招生的资料好可是呢这个呃部分的这个资料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招生的这个方向想要这个呃第一代上大学低收入户的家庭 然后当然退伍军人就是是少部分的这个数字可是呢也是他们招生的一个呃方向啦好所以这个呢是他们的这个大方向好那这个呢是keystonekeystone呢这个 学院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学校就是呃成立于1868年好他们呢现在呃会失去认可的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就是呃就certified certification的这个呃状况 为什么呢其实讲来讲去讲来呢就是资金的问题财务稳定性不够好你可以看到呢就是一百多年的学校好一百多年学校居然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在宾州这个学校 其实这个学校大概哦有一千多个人了好也不是很大可是呢他其实是在过去呢都存活的好好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像我讲的就是这个呃这个怎么讲投资报酬率不是很高的学校也就是说呃这个付学费在像他这个一年也是要大概四万块好这个学费好那你若寒住宿那些算算来也是六七万好 那这个大家都会算盘打一打如果说你每一年花这样的钱去读然后最后这个投资报酬率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那就没有人要去读啊然后他也没有财到家当到可以给学生像那个我刚刚讲的这个呃史丹佛啊哈佛啊这个呃宾州大学就是很大方的给这个助学金他没有办法所以那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基本上就会越来越少学生所以他的存活就是有 问题了所以现在来讲呢他可以在明年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提出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他是有这个能力继续生存活的可是你觉得呢如果说他不能证明的话他就是这个学校就会管起来好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好那这个新闻呢讲的是呃澳门就是说的这个澳门的这个呃科技大学呢他们呢就是呃报案跟警察报案好 这这都牵扯到警察说24名的内地学生用这个造假的这个呃学历文件呢就是申请学校呢现在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好已经都变成这个呃刑事罪了所以四个学生呢被拘捕然后20个学生呢潜逃离境好因为伪造文书最高可以排三年的徒刑我真的要跟你们讲这些 伪造申请资料的全世界现在都非常认真的在抓美国之前也是有那个代考的呃就是说代考SAT代考托福的去坐坐牢所以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真的要跟你们讲因为 ok这么多年来像上个星期我的那个呃问卷调查就是我讲了我的学生大概是呃就是不到10个percent是从呃中国内地来的那其他都是美国本地的学生其实中国内地的市场非常大我为什么不去开发呢 呃因为这个就是做法我比较没有办法配合因为很多东西你如果要我造假或者是说呃呃带写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呃比较不合法的方式我没有办法做所以呢后来呢我也就是呃愿者上钩就你愿意配合我们做法的你就来报名我们一样可以把你呃辅导的非常好 像我很多呃学生从中国进了非常好的学校进长春城都有但是你一定是要照我们的做法合合法的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呢就是我的苦衷哈 为什么我不去开发这样子大的市场这个就是我的苦衷哈那我也希望大家了解教育造假其实意义不大因为呢就像是你在你的那个呃健康检查的报告上造假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你去造假你的健康你的意思什么教育就是去你的脑啊所以为什么要造假呢所以这个呢希望大家重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要再度跟大家推荐我们这个12月1号过几天就要开始的这个哈佛大学校刊的研究项目那这个呢是呃我们之前已经推了四期非常非常优质的这个哈佛大学校报生红报的这个实习项目动手做就是他们训练你 作为一个记者写你自己呃最想研究的一个项目或者是一个社会事件然后呢写成一个新闻登在哈佛的校报上这个呢是非常有公信力而且呢非常呃优质的这个实习项目可以学到非常好的东西非常实际的呃东西然后呢就是说呃就是可以作为一个portfolio好在这个申请上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呢是呃就是一个多月的实习 好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好的项目推荐给大家然后呢就是说现在呢大学申请当然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把这个呃所有的加州大学的申请表跟私立大学申请表全部完成之后呢然后这个助学金申请也同步开始所以呢这个呢现在是呃非常如火如荼的在进行中 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呢这个东西一定是最好能够早一点开始像这个八年级九年级的学生进入升学规划是非常有必要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呃这么乱的一个状况下好那这个呃就是说有经验的顾问呢带着他们走这条路呢一定都会比这个呃他们自己就是说这个摸黑的走来的效果更好 我觉得他们现在除了需要的这个就是说呃申请大学的引导之外就是说有一个好的role model这个呃模范来呃就是说引导他们人生我觉得对这个小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现在这个阶段好那我们呢其实我今天有一个朋友用这个chat GPT问这个然后他寄给我就是说美国最知名就是说最好的升学顾问 公司跟加州最好的升学顾问公司跟加州最好的升学顾问公司他问chatt GPT结果chatt GPT说加州最好的就是我们hs2academy然后呢美国最好的我们是排第三名啊所以我就跟你们讲真的我们在美国的这个主流的这个呃市场里头的这个占有率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也是呃就是说二十几年的经验所以在这里面呢是有非常呃稳固的基础啦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认课 然后呢呃下个星期呢我会在这个呃就是我们在北北卡罗兰娜州有这个呃就是教育讲座中英文同时讲我讲中文Patrick讲英文那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呃就是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讲座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好那北卡罗兰娜的这个 讲座是12月7号下午4点钟不要错过 然后呢我们有非常好的网课我们的网课呢就是呃老师都是很有经验的有十年以上经验的从史丹佛还有宾州大学教育系毕业的这个老师所以呢呃可以协助学生保住他们的GPA 然后呢SAT呃就是ACT也有就是呃拼分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公司总公司张主任联络 那么呢我们呃公司呢在这个主流教育已经超过20年的经验希望能够协助到大家我是HS2Academy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江主任呃这个是我这个星期的教育新闻分享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 谢谢